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各位看到讲义的第十四页 我们在前面上个礼拜介绍出家分为四种 身心出不出家就分为四种 一种是身心聚出家聚不出家 身出家心不出家 心出家生不出家的四种 这是一种分法 另外一种出家就是出红尘的家 出三界的家 出无名的家 刚刚我那个档案里面 就是找这个地方找不到这个地方 好像后面都断掉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比较特别的几个说法 这个讲义里面都有了 现在我们就看到最后面第十四页 十四页 大家看讲义里面 三经何刊 三经就是四十二章经 佛仪教经八大仁绝经 我们现在讲的是八大仁绝经 那么这个何刊 请各位看到这个第十四页这边 这个使三经历来住家 自为同类而可以何刊并行 所以这个所谓的佛仪教经的三经 为什么放在一起呢 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性质很类似 那么明朝有一位守岁与了童 这两位法师呢 成为四十二章经跟仪教经做过柱 另外还有就是道配 亦做词二经的指南 清续法 这分别为四十二章经跟八大仁绝经做书 明智续偶义 则为三经做裂解 当时可能各自单行 后来何刊 就成为何刊本 而民国丁福堡 做三经的建筑 太医大师有三经的讲路 刚刚这一大段 主要就是讲它的诸解 我这边顺便说一下 我们汉传佛教的佛经 有一个特色 就是诸书 诸就是诸解这部经 书呢是诸解诸 就是诸解的诸解 一般来讲叫书 那还有很多不同的名词 转要啦 或者是讲义 到后来就常用讲义啦 这一类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 有人呢 有一个有的说法 说这个藏传佛教啊 创作了很多的论 这点我要特别也顺便说明啊 我们汉传佛教依据的是经 藏传佛教 南传佛教依据的是论 印度的佛教也是论 就于确实地论 藏传有什么 很多这个 菩提道次第广论 那么南传什么清净道论 都是论 经是佛所说 论是菩萨所造的 或者论师所造的 就是 那你说为什么 这就是历史文化的渊源特色不同 你说哪个好哪个坏 那我们不做评论 就是它有它的特色 那么论里面呢 这是跟这个有关系 论又分为两种 一种叫做中经论 一个叫做世经论 这个大章经里面 有的时候 像偶尼大师他就说 什么叫做中经论 比如说中观 就是中经论 所谓中经 中就是宗教的中 中子的中 中经论就是根据了 佛经的大原则 佛经的大原则 中就是中 这个基本大原则 好像我们讲的一法印三法印 这就是大原则 然后加以推演 论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英明 中英语来造一个论 所以这个造论有时叫论师 有时我们叫做菩萨 比如说龙树菩萨 世经菩萨或者世经论师 这样子的 世经论就是解世经论 比如说大制度论 这很有名的 是解释大波尔经的 不是所有的波尔经 大波尔经有六百卷 解释其中的几卷 某些卷 所以因此我们看 查大藏经的时候说 这是世经论 这是中经论 那我们就知道 什么叫中经论 什么叫世经论 世就是解释 这样很容易记 中就是以它为中值 然后你把它推演出来 好像我们讲寿命理学 什么太极图说 什么什么 它有一个太极图说 这个周敦以后人 就按照这个太极图说 加以引申把它敷衍 敷衍不是不好意思 就是把它陈述 把它不断地加以演绎 就成为所谓的中经论 这是我比喻 儒家的 这样子 那么这个呢 在刚刚讲了 汉传佛教 里面我们翻译大波尔经 翻译大制度论 那知道 大制度论是世经论 那有的百法明门论 为师三十论 二十论 中论 中论是中经论 为师三十论 就是论 那么 后来解释论的 就叫做成为是论 十大论是解释三十论 就成为是论 就是为师学的 这个呢 我只说一个概念 也可以说 我们汉传佛教是以著书有的时候代替造论 因为我们传统注重经 经石子集 经是最高的 经是最高的 所以后来呢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经学 按照我们传统来讲 顺便再提一下 我记得前面提过了 因为大家不是那么亲切了 因为这是我们从 我们传统 尤其中文系 比较会接近到有所谓 像我们前面谈到了 秦首王焚书 焚书以后 这个经论丧失了 后来就要把这些五经把它收集起来 但是这个书烧掉怎么办呢 就有人背诵 背诵 像曹措就跟秦的博士 叫做福圣 福西士的福 顺利的圣 他就背诵 比如说古文上书 什么什么什么 背诵 那么因为用当时历书 当时没有凯书 叫历书 凯书到近朝才有 用当时秦朝就是历 奴隶嘛 就是法治嘛 写的就叫经文 古经的经 后来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 把他的住宅 就孔子的住宅把他 从改建里面发现很多的那种古咒文 古文 大传小传这种 现在我们看到歪歪扭扭的那种 看不大懂的 一般人看不大懂的 那种就叫古文 同样上书 那么有经文有古文 版本不同 里面有相同的有不同的 也还有多上一些篇章 所以就分为所谓 经文跟古文就是说 诗书 易里 春秋 都有经文跟古文 叫毛诗 就是古文 奇诗 鲁诗 韩诗 就是经文 那么后来呢 这些古文 然后再去注解它 有古文家有古文家的住 经文家有经文家的住 这就是所谓我们的著书之学 就是从这里来的 然后到了魏林南北朝时代 有所谓的玄学 玄学就是用 比如说解释易经 有古文的易经 有经文的易经 它都有传承 都有老师的传承 后来到这都是儒家本身的 不管是经文古文 都是儒家的 可是到了老庄时代呢 就有用老庄 老庄是道家的 刚刚经文古文是 是儒家的 是不相往来 金古文也是不相往来的 后来都融会了 金古文融会了 到了政选以后 在三国时代了 然后甚至于 还有老庄思想来解映 代表说学术思想是沟通的 都相通的 从某些讲 它有加法有司法 它破坏这个加法的司法 它用不同的解释来诠释 这部经 我用老庄解释易经 所以有人说 易为群经之首啊 我要懂意 意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行上学 用这个道理 都相通 所以后来呢 就是玄学 然后不但是讲老庄解义 还有后来用佛学解义的都有 比如说 这个欧毅大师有周易禅解 就禅来解释 这就代表我们汉传佛教都是相通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我谈到这里呢 我们华言 我们天台 什么小史中登元 什么藏通编 也就是用这种做书之学来做 一种是誓经 一种就是中经 誓经就是我解释它 中经就是说 我根据这个道理 我发挥我个人的体会 所以以诸解为创作 这是我顺便提一下 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统佛教 以经为主 但是不去造论 而去诸解 这是我们有background 我们的文化传统 所流传下来的 那么一回事情 我们一般研究佛学人 可能不一定知道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经学 经学学术 有老庄 就是如道佛的思想 比如说太极 是 人家说这个太极是易经的 后来一有无极 变成道家的单道 可是到后来 佛家也去解释这个太极 解释参同期 如道佛都有解释 所以我就顺便解释一下 说我们传统这些文化中 本来就是如道佛思想 一直 像我们民间宗教 几乎都是这样 其实都会这样 但是呢 会这样的时候 会有优点也有缺点 缺点是咋 你没有一贯值 好时候就是融会贯通 道理都相通 所以佛家呢 就有三法印 一法印 虽然有那些系统 但是不乱 不乱 这就是我们 华言有华言的五教 天台有天台的四教 或者五十八教 我们讲五教十中 这样思想 这样来的 所以就是我们 顺便 稍微 跟各位 讲一讲 为什么 著书之学 那么盛行 好 那么 刚刚讲的这些三经的何刊 这些注解呢 那么这些注解里面 我还要特别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注解这部经的时候 我也许 比如说金刚经 我举例好了 金刚经 金刚经是什么 是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 可是今天 你看 凡所要人皆是虚妄 这句话 我可以用唯识来解释它 我也可以用般若 比如射极之空 般若思想解释它 我也可以用如来藏思想解释它 我也可以用华言思想解释它 我也可以用天台思想解释它 所以这就不一样了 那就是我们汉藏很热闹的地方 也是一般人读不懂的地方 你不懂这个背景 你不懂天台华言的思想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在解释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五重悬疑 要叛教 要示名 要贤体 要民众 要论用 要叛教 那么叛教就是 我是用天台叛教呢 我是用华言叛教呢 就把它放成什么等次呢 所以这就是 我们汉传佛教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这些东西可以找到 王上也可以找到 但是它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 怎么引生出来 那是几千年的 那个演变那个状况了 一般人可能不太知道了 所以我这边就来稍微来说 那么他们的解释的方式 那么像这个偶一大师呢 他就是很多 常常用天台的观念来解释的 这样子 那丁五宝呢 有很多著述之学 它不一定是哪一家的 来读解的 泰学大师有他的解释 这有各家不同的解释的方法 所以这边呢 各位看到这个 这个我们讲义上没有发 在我们现在的一幕上面有的 我是从网络上抓下来的 那我没有印因为是人家的版权 所以我不会去给 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表解了 就给各位看一看 这个所谓这一种的 这个比如说厚瀚安息国沙门安士高义的 那么这是新读福源佛学院 那么是进到法事边传的 那它这个还是根据传统的 各位可以看出来 你看什么叫做诀呢 八大人觉呢 觉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 他这样解释 人人就佛心人皆可成佛 是从大声的如来藏的讲法 然后呢 释迦牟尼是什么意思 释迦什么意思 牟尼什么意思 就是能人寂寞 说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有读轮影吗 对不对 有朋友是远方来不亦悟 说的意思就是悦 那悦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说话别人不高兴 不要去说人家不好听不中听的话 不要乱说话 所以说悦 这边说呢就是说 上能悦诸佛之心 下能悦众生的根性 这就是诸书之学了 什么叫做说 说了就是说了 那众生喜欢听 那么这个诸佛呢 就是你合乎诸佛所讲的 那就是悦诸佛 悦众生就是合乎众生听起来 很尬隐 听起来很合意 觉得没办 觉得不错 那就叫做说八是树木 然后大人 什么叫大人 就是菩萨 这我们前面讲过了 觉 今是什么意思 这边有稍微解释了 我们后面还有解释 然后后面就说义者简介 安息 什么叫做沙门呢 你看行修界定会 洗面贪生吃 那沙门又分很多类 我这个没有讲 这个我觉得太复杂 我就把它省略了 那么安世高是何许人呢 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他是太子 他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呢 他做了一些哪些东西呢 安世高注意到 安世高他所注意到 注意的一些东西 这边有说明 有三十四部四十卷 那么有安波手艺经 注意到 我顺便说一下 有的很重要 有大小安波手艺经 安波是翻译的 安波翻译为 现代的意思就是呼吸 注意到 烈气功就是呼吸 我们鼠息吧 随息吧 就是呼吸 就是呼吸 这个呼吸 人活的一口气 这个呼吸很重要 我们大自然天人合一 都是跟呼吸有关系的 这个气宇宙之间就是呼吸 这是很高的学问 所以上次我们谈到说 杨丁教授特别说到 呼吸 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呀 所以我们中医讲什么 露则气上 孔则气下等等等等 所以不要看这个呼吸哦 呼吸是很多能源的来源呢 这个我不多谈了 手艺是什么 一个就是调息啦 天台讲的调息 手艺是什么 就是调心 对 借着调心调息 借着调心调心 这是最早最早佛教修行的经典 后来天台中都是从这边出来的 这是我讲的 跟佛教师有关系了 跟佛教师有关系了 那么修行道地因 这个其他的 比如说安世高的一种是修行的 还有一种就是佛理的 比如说五蕴 我们讲的五蕴呢 十二书十八件那种最基本的那些道理 几乎都是从最早安世高翻的 这是作者的背景 然后翻译 翻译有很多种不同名称 北 义 西 有很多记 像 滴 滴 这都是翻译的意思 可是我们现在只记了一种叫做义 Translate From 印度文 into Chinese 为我们华文 那么丙呢 本经的科判 你看啊 总标 总标是什么 就是别名 总标是整体的说八大人绝经 为佛弟子 要什么什么八大人绝经 别名就是开始一步一步的差别的来说 第一绝物第二绝物第三绝物第三绝物 遇到的第八就是结论 然后别名正终分 就是这一步经的组织 body 英文叫做body 就是主体 然后下面呢 就是续分 我们常常讲的要三分嘛 续分 正终分 流通分 这个是基本常识 我们要记得的 这是我们汉传福教的一个特别的一点 续就是开始 那么 为佛弟子 怎么叫做弟子 彼丘 彼丘有三意 起誓 破厄 布摩 破厄 布摩 彼丘的意思在这里 这个起誓是有两个意思的 一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看 印度的出家人都是严门脱拨的 是有脱拨的方式 因为他不要有任何的那些拖累 他出家没有家累 那么吃饭怎么办 起食 那么这是浅的意思 还有深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六道众生如果没有出三界 就在三界六道起食 所以他起食的意思叫你说 没有什么欲望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起的这些时 我们要出三界的 不要在三界中流浪 这样子 好 那么下面就是 士沙摩 这个我们就跳过了 什么叫沙米 沙米有好几种 这是很索性的 我就不去多讲了 那下面看郑宗愤你看 他就说 第一条 无常无我觉 我们那个都有了 觉悟是什么 世间一报 无常成都坏空 这我们讲过了 小一报有为 国土为粹 天灾人祸 世大是哪世大 那么苦空 苦是什么 空是什么 那么这边有它解释 然后无孕是什么 这个我们都解释过了 然后有为法事相 有为法 深度易灭 这就是有为法 所谓有为法就是有作为 有造作的 深度易灭就是造作 先aboutć 所以我们上次举出 身脑病寺 尘度坏空 深度易灭 尘度坏空 深度易灭 尘度坏空 尘度坏空 从气世界 从物理来说 深度一滅从心念来说 简单的就是用一切的神灭 就是有违法 金刚经说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报应 请问什么叫我有违法 世间的东西 有生有灭的 有生有死 有神有坏的 都叫有违法 所以说有违法 这就是有所造作的 那我们要正到涅槃 就是无违法了 佛法要无违法 要无漏 要空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二分了 佛法要苏三戒 你必须要无违 你必须要无漏 没有贪真吃 不着想 这个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心事恶缘 行为最守 生死轮回的原因 就在此地 然后建立生死 如是观察 少欲无畝诀 这又是一个了 那么它这边有引用 各位看有原觉经的 还有用论语的 说这个是要少欲无为 所以就有论语说 孔子说 饭书是饮水 虚拱而整之 乐意在其中 以不义而浮血归 以我如浮云 那就是 这就是如道佛思想 还有小臣大臣思想 原觉经在我们华言 是原教思想 原顿原教思想 今天我在解释 这八大人觉经 那么有很多都是 小教的基本概念 但是呢 也有用大臣的来讲的 这就是解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 大臣跟小臣 做一个区隔 或者做一个柔和 大臣小臣分不开 但是有时大臣小臣 你要分开的 大臣小臣所住的涅槃 是不能动的涅槃 叫做偏真涅槃 就是不能一提起用 是阿罗汉证的 大臣的涅槃 就是自信涅槃 它是可以度众生 可以一提起用的 菩萨道所修的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就 有的是用大臣经论来解释 就是如此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就类似这个 这些什么叫做精精呢 我们也都提到了 居家懈怠则衣食不共 长行经历出家懈怠 则衣食不出生食 那么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警惕剂这个警惕剂也很好 我们没有引用 就是说 就有一个佛陀弟子 有点像孔子的弟子 叫宅我对不对 宅我奏请 奏请是爱捆啊 上课打瞌睡 就是不认真 孔子就骂他什么 饧活不可雕 对不对 奋斗自强不可乌野 就是磕死他了 佛陀的弟子呢 也有 就是爱困的 这个佛叫什么 多多 那么何为睡 多多就是何吃他 罗可棒 罗斯棒可泪 泪 这个泪就是 这个字错掉了 网络上拿下来 泪就是这一泪的 一岁一千年 不闻佛名之 这个佛陀就在喝赤 他这个弟子的时候 他就说 你不要打瞌睡啊 阿拉律啊 你不要打瞌睡 那么各位知道 罗斯棒可 罗斯棒可就是 我们在河边 就有那个罗斯 棒可 那个罗斯棒可 就是前世昏沉 所以你修行 不好好修 你就来生 你就变成 罗斯棒可 这个可 这一类的 什么蛙牛什么 大家都从类的 这一类的 而且这个会怎么样 一岁一千年 你会睡很久 不闻佛名字 你总而不会觉悟 在这一千年之内 你是没办法的 像这种就是 这个是 在乐言经里面 举用了这个 就是说 这个尊者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就因为这样子 非常精进 非常的忏悔 精进就是精进学佛 精进修行 修行到结果怎么样 眼睛修行 太过分了 太用心了 结果眼睛瞎掉 眼睛瞎掉之后 你说你看 这么认真 怎么眼睛瞎掉 结果呢 他开了天眼 对到 开了天眼 不用我们肉眼 也可以看见 不用我们肉眼 我们是要肉眼看东西 他们是用天眼看 这有一个典故的 那么这边还有 引用解释秘经 我们就不解释了 注意到 这些很多的经论 像以前也是这样 比如说他引用这部经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读大学 大学 大学中庸的大学 还有汤之盘名曰 狗日心 肉日心 日日心 汤之盘名是上书的 你大学是大学 你怎么引用了 上书的 有时候用诗经的 有时候用什么 也是类似这个 我们传统的经典 往往就是 文会贯通 会归来解释 像这样 就是有他的前因后果 好 下面呢 十二因缘 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 四五外辩 等等 这种 好 下面就 还有叫三轮体空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再谈 好 这是 我们现在在看到一些 比如说五欲 出家要离五欲 我们现在把它重点讲 五欲有两种说法 两种说法 记得哦 一种叫做 财色名十岁 第一种说法 一般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 后面这个 这个比较深的 色身相畏处 色身相畏处就是我们眼睛所见的 耳朵所听的 那么鼻子所嗅的 鼻孔所感觉的 舌头所感觉的 这个都叫五欲 起了执着 就会有过患 起了贪嗔痴 就会有过患 所以我们谈到说 六主谈经 金刚经大家很熟悉的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不住色身心 不住身相畏处法 因无所住而生心 各位都读过了 无所住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在这些色身相畏处 外臣境界起贪生吃 就叫做因无所住 所以六主就是这句话 他开悟的 他开悟注意哦 这是根据我们华言来解释 六主是顿根的 所以他开悟之后 不仅是知识开悟了 他的思想理念 他的内在也开悟 我们开悟是外在我知道 说我们人要有恒心 不要渡沽 不要懈怠啊 这我也知道 但是我们人还是渡沽 还是懈怠 还是习期难改 江山这个易改 本性难移了 这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了 六主不是哦 六主就是说 他叫做小死 所以我们要研究佛法讲到 小死中顿 他是顿就是吉修吉正 吉修吉正 所以讲到一点 我就顺便谈了 我记得我们读 以前读三明主义 里面他谈到 有三种 一种叫做知难行义 一种叫做知义行难 一种叫做知行何义 这三种 知义知难行义是什么 比如说科学的东西 现在比如说网路上常常会 假国道义国的科技 我只要道道我就会做 你的机器人比如说 你的国家用机器人 一种很怎么样的很高端的 但是我没有 我就用网路来偷 这个全世界都是这样 你家的情报 情报有很多了 有一种科学情报 我偷你的 我只要偷到了知义难 行义 我只要偷到了你这套 我就会做 这叫知难行义 科学的东西 知义行义就刚刚说 我也知道人要有恒心 人要急知急行 人该怎么做 但是说是容易做来难 就是知义行难 说起来好像很容易啊 我都知道 做起来不是那回事 就是一般根基的人 知行何义 像陆向山 像王阳明 即知即行 像六祖 所以说 这个电影就是说 六祖为人就是知行何义 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分了 一种是见教的 比如说 时时情服事 勿使或者莫使惹惩癌 那就是见的 知义行难 我就慢慢的来做吧 知行何义 就是本来乌义乌 何所尔尘埃呢 即知即行 那就是六祖为人 所以为什么我们 研究佛法要很清楚的 他这个探教的次第呢 我们解释他就 马上就会懂了 我那时候在学三民主义说 到底知难行一对 因为伯父当时 讲这三个的时候 就说我实行三民主义 我们这些同志们呢 我有很好的建国方列 建国大纲 你们不要为难啊 知道是很难 你要做很容易 所以我现在已经告诉你 怎么去建国 怎么去 这个建国大纲 如何如何 已经有了 那你就照做吧 行义 所以他有一种心理上的建设 所以他提到 知难行义 知义 知难行 行起来 就是说 对他这个 他这个主义是有一种意识的 有一种意义在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用佛法的来看 这些 就用说每个根基不同 你说六祖队呢 还是神秀队呢 所以里面讲了 法无盾建呢 应激者家 盾好盾好 当然盾就等于说 我们现在坐捷运很快嘛 坐飞机很快嘛 但是呢 这是顿武顿修 是高科技才有的 一般没有啊 就等于说 地根的人 他马上就 那么我们一般 见根的人怎么办 那就慢慢来吧 就是 时时情福是 末时惹尘埃 这两个都对啊 这样子 好 我们顺便 我们在这边谈一下哦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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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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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我们这边这不仅是一个 直视的认识哦 你要了解它后面的一套的 思考逻辑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 没有把它整理的话 那就是一团江湖 哇 佛法好如烟海 然后这边怎么样 入海算杀了 算不清楚 我们汉川国教有啊 古德这些的 就是很好的一些表解 解释得很清楚 然后我们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叛交 为什么 那么这边有出家 生出离世俗家 新出离育成家 三戒家 这个就把我们的几个 把它综合起来了 这边有出家几种 犯恨啊 进行这个 我们就不多讲了 那么苦 有三苦八苦 这都讲过的 然后最后呢 流通分 如何如何 好 那么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 我们刚刚就说 等于把这八大人间经怎么样 做了一个 简单的 用表解 注意到 这个表 到了这个表的时候 这个表的时候 是近代 以前 大家可以看 以前就是有科叛 但是到近代呢 这些 比如说 蔡英法师啦 慈航法师啦 或者什么什么 这些大德啦 怎么样 就用更为 可乎我们现代人 能够接受 能够理解的方式 就是用表格的方式 表解的方式 来把它 所以我在讲义里面 常常利用表解来解释 便于容易吸收清楚 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刚刚这个 然后再继续看到 我们刚刚那个讲义 还没讲完 在十四页 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就是说 我们 就是说 我的讲义里面 主要根据的是 偶艺大师 明朝 有四大师 各位都知道了 明朝有 明末有四大名声 第一个就是 憨山大师 第二个就是 子伯尊者 子伯 第三个是廉慈 第四个是偶艺 四个 我们 那么这四大师 影响清朝的佛教很深 那么清朝的佛教 又影响我们民国 我们现代很多 所以我们现代很多的经论 很多的注解 很多 都是根据明朝来的 明朝四大师 这是佛教史 还有哦 还要注意到一点 我这边要顺便谈哦 因为我们了解这个东西 一定要很多知识的背后的 为什么 明朝四大师他还有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综合各宗各派 综合各宗各派 如果以解释经验 大概都是根据天台 不是天台就是华言 基本上还有说 还有净土跟禅宗是结合的 净土跟禅宗是结合的 我们在唐朝的时候 是八宗并宏 性向台贤 禅境绿密 性是法性宗 宗观啦 宗论百论十二门论 像就是法 法相宗就是为室 台就是天台宗 贤就是贤守 就是我们华言 禅就是禅宗 禁就是禁土 绿就是绿宗 密就是密宗 还有陈时宗 俱舍宗 十大宗 那么十大宗是很清楚的 然后到了唐朝末年以后 开始慢慢宗派跟宗派之间 就分为宗跟教 宗就是禅宗 教就是教理 就是一般的天台华言等等的 宗教合议 宗分三派 教分三派 到了宗密大使的 然后就有说 禁土跟禅 禅跟禁土 那教跟宗 宗跟教就是有融合的迹象 不是说 我学这一派 我就不用那一派 是常常融合 然后到了明朝 就是 诸宗的 就是元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三教合议 所以我刚刚举例了 周易禅解 就是偶遗大师 他是用禅宗来解释周易 还有世书偶遗解 世书哦 大学中用轮与孟子哦 用偶遗大师 解释世书 他用佛教的观念来解释 这就代表说一种诠释 本来你是如他是佛 这是不搭嘎的东西啊 可是融会了 所以因此说我们为什么 我用了偶遗大师的 因为偶遗大师是融合诸宗 融合这些融会贯通 有着有成就的 有着有成就的 所以比如我再举个例子 亿万大师大家都知道啊 是禁土宗 我们推称他是十三代的 禁土宗的祖师嘛 还有一点我要弹调强调一点说 藏传佛教常常会说 我的老师是谁谁谁 每个人都要想我的老师是谁谁谁 你没有师承 他会批评你 你没有师承 你没有师承 就是说你的话是靠不住的 你没有来源 你没有根 就有点在对你所谓质疑 我们汉传佛教从古以来 不是那么强调师承 是后代人推称 比如说孔子 我们不是说孔子传孟子 孔子跟孟子不是同时代的 是后代人说你是智圣 他是亚圣 他是中圣 他是什么圣 他什么圣 都是后代人推称的 我们现在的 禁度中的祖师不是说 我是承传某一代 没有 都是后代人推称他 自己不会说我是什么 所以比较不重视这个 比较不重视 可是这就是我们跟汉传 汉传佛教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不一样的 他会瞧不起你说 哎 你们没有师承 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不同的文化所造成的 所以障密就是说 我需要把底牌亮出来 对对对对对 我们很少说法师来 就是说我的师承孙子 比较没有那么强调 不是没有 这比较没有那么强调 有时候是师承就是说 不是我的老师 是我师承 师承就是说 我没有跟他亲自学过 但是我把他当作我的老师 那就是师承弟子 或者隔代的 或者同代 我没有跟过他 都是用 叫做师承弟子 书就是属你的书 这样就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刚刚讲的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说 欧易大师的这个注解 这个弥陀要解 注解得非常好 即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来注解 也不过如此 那可见他对 推增他到什么程度 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正面这样一提了 就是我们了解说 我们这个 他这个 有他的一个 这个背景的因素 所以呢 各位看这个 看这个 比如说讲印 你看看看完就完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加 好像加油天图加一大堆 因为后面有好多 好多要说的 你为什么用他的 不用他的 不是说 每一个家说法都有他的好处 每一个家说法都有他的优点 但是那么多家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都来 一一都讲 就把他重点提一提 现在我们那时候看前面 清序法 这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法师 他也很有贡献的 那么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佛主三经指南 就是指的我们这个三经 智序 佛主之道高而无上 身不可测 然造之必有门 行之必有见 求可为蒙学之指南 做千里之魁步者 其为三经余 我为什么引用他这句话 他就在说明 有的人就说 现在各位 比如说我们在佛教界 现在很少人说去开讲 遗教三经 没有了 但我们都讲 金刚经 愣言经 大神起经论 圆觉经 华言经 都是大经大论 比较很少人讲这三经了 但是为什么问题 我们为什么这三经 三经是基础啊 我听的是很多都是大经大论 其实佛教的基础我没有啊 但是我只是听了话一些而已啊 可是基础工夫是不够的 古德是有的 像我们这边讲的 系法就是这样讲啊 佛教很深啊 不上身为妙法 但是他有门入啊 他有见识 他又慢慢一步一步来 可谓蒙学 蒙学就是启蒙啊 就是小学基本的了 做千里之魁步 这个魁步 魁步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字 一个竹字一个寝 一公寝两寝 两公寝两寝 这个庄子里面 这个群子里面有寝步 什么叫做半步 我们现在走路 步是两步 一步左脚右脚 左右脚这叫一步 古时候叫一步哦 我们现在不是 左脚就是一步 右脚是两步 所以以前的魁步 就是现在的一步 所以我这边解释 不要以为说 半步是 左脚只走一半 叫做半步 不一样哦 古时候讲 跟我们现在讲不一样 所以因此就是说 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 千里之魁步 就是说 你要走千里 你还是要从一步 一步一步一步走到一千里 就是说 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 行远必至尔 登高必至卑 它还是一步一步来的 佛法也是一步一步踏上去的 就是这个意思了 所以呢 其为三精于 这个话很清楚说 为什么要讲三精 三精就是基本呢 基本功 基本功法 其四尊此成道 机缘未熟 不堪大法 于是一路愿中 饮食施卷 寻寻善佑 三秤五秤 贤备焉 这意思就是说 这是从天台的说法 以前呢 世尊成道的时候 在菩提督书下成道 机缘未成熟 这些众生没有办法 你一下讲大乘佛法 他们听不懂啊 听没了 听没有了 于是怎么办 那路愿院 路愿院就讲什么 讲阿含经 所以我们讲阿含经 跟现在学士讲阿含经不一样 现在学士讲阿含经 说他是原始佛教 是最早佛德 在路愿院讲的 大乘就是后起的 那么按照 我们汉传佛教不是这样 就是机缘未成熟 他先讲一些小乘基本的 所以引实施全 全教就是全巧的 实教就是究竟的了异教 全教是不了异教 实教就是了异教 所以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把实教隐藏起来 暂时不说 所以为什么佛陀讲法华经的时候 他说要成佛的法华 到那个法华会才成熟 所以前面都是全教 就是实施全教 循循善救 所以叫三神五神贤备言 有时候讲三神贤 有时候讲五神贤 就五神贤 五神贤到了 我们汉传以后 这五神贤就变成 加上了仁天贤加进去了 仁天贤也都加进去了 成为所谓的 这个僧文圆觉菩萨教 还有佛的 四二章经誓也 诸圣既经法华开显 如来出世壁 于是与双树间畅入无余涅槃 福律坛长 以为最后僧慧 遗教誓也 诶 所以呢 他说 四十二章经 为什么要讲四十二章经的呢 就是前面所讲到 这个 饮食施全 那么后来呢 如来势必于双树间 就梭罗双世 我们下面要讲仪教经呢 就开始要讲这个了 接着我们暂时就把这句话念过去 唱入无余涅槃 福律坛长 以为最后僧慧 最后僧慧就说 佛要入涅槃了 我最后的告诉你福律 律就是说 佛陀入灭的时候 有弟子就说 佛陀在世我们依陀佛 佛陀入灭以后 我们依据谁 佛就说依据戒 戒律的戒 福律坛长 就是要律中 长就是藏了我经 涅槃经 法华经 以为最后僧慧 所以佛陀教化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们从汉传佛教来讲 包含藏传佛教都是这样讲的 佛陀的经论虽然有那么多 他是有他的 就是教学有他教学 就是我们孔子讲的 因财实教 因财实教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根气 一个是实节因缘 两个因素 你不到的时候 我不跟你说 但是我最重要的目的是实 不是权 我最后要你每个都成佛 法华经涅槃经 涅槃 法华涅槃石 这是他的最终的目的 但是呢 因缘不成熟 我就要看因缘 那么仪教经的背景是什么 就是佛陀要入面的时候 把他的教诲 最后的吩咐 那么就讲这些东西 于时 时虽有忠始 亦时无恶鬼 但始则静而详 终则焉而窃 防万情留意 俊正法凡理 未非如来 开悟之妙权 寻击必有之要道乎 就是说 时虽有忠始 就是实境来说 虽然说有开始有结束 在经典里面 有的是佛在路演院就讲的 有的佛在入面的时候才讲的 这就有时间的差别咯 一时无二轨 他其实不是说 佛怎么一下讲这个 一下讲那个 一下讲那个 其实他有一个 整个的教学的 一个战略计划 有个大纲 有整体的 他不是欧北来的 不是随便乱说 他一定有他的缘起 所以这就是我们佛法讲的 缘起 一定有他的机缘 气理气机 所以我们前面讲了 经的意思 气机不气理是魔说 我这个合乎佛理 但是不 我是气机 你听起来很 很尬意很 很能接受 但是不合佛理 这就魔说 气理不气机 是白说 虽然说佛法 可是人家听不懂 是最误解 那我就白白说了 是这样 所以呢 十无二义 使得进而想 忠得也而切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很浅进你能懂 我讲的很详细啊 那在忠的时候呢 佛陀讲的就很严格很亲切 防妄情留意 就是怕你乱 乱 俊正把子烦离 佛陀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大乘经文里面有 大乘在正把在 正把在 就大乘在 以后有机会 我们要把这个秀出来 给大家看 所以现在呢 有人学南传的阿涵的或者学者 认为阿涵才是佛说还是那个 大乘不是佛说的 其实他不懂这个道理 大乘才是佛陀的畅佛本怀 佛陀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都要成佛 不是要你成阿罗汉 成什么 就到此为止了 他是有个整体的教学的计划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 佛陀这种苦心 为非如来开悟之妙犬 群积必由之妖道 这是因为这种文言简 就是难道这就不是如来 就是佛啦 开悟之妙犬 就是开解这些万物这些群生 的一种很巧妙的 全角方便的一种巧妙的方式 群积就是各种不同根基的人 必由之妖道乎 就是一定要从这边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道理 就用个问号来做一个截探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看文言 其实它的文字单字都很简单 但是用词用语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人比较深疏一点 说好怪怪的 你怎么用这样的字句 但是它含义很深啊 下面四十二章经是释迦出成道 开释见修的根本教理刑法 以诱导无始劫来的余之众生 使之门禁 遗教今世世神将入灭 总结住世的随机说法纲要 以坚定无穷劫后的末法行者 始有依止 好 那么你看这边都在说 四十二章经为什么要说的呢 就是 佛刚刚成道的时候 就告诉这些 建修的根本教理的刑法 就是一步一步的来 来诱导 无始劫来于世众生 这边要注意到一点哦 佛陀教化它是一个是 三世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 不像儒家只在人间 只管现在 不管过去不管未来 未来是讲未来世了 儒家只管现世 它的未来也是我们这个人间 还有一点是始法界 所以它这边就是说 它是无始劫来的遇世众生 这佛法就是它的宇宙观很广 所以它顾及的不是说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土地的十方世界 不过我们这个土地 叫娑婆世界 那它来这个天 当然跟我们娑婆世界说法 我们娑婆世界 能够流传的佛法 一定我们娑婆世界 能够接受的它才会讲 其实它在十方世界都有说 那么还有正向默灭 正法 向法 默法 灭法 这就是十节因缘 所以经典里面常常会说 末世众生 末世众生 就代表说 它还是关照到末世众生 不是说末世 我就把你放弃了 我们现在就是末法时期的众生 好 这样子 《史诗门禁》 《仪教经》是佛将入灭 总结就是随即所法的纲要 所以我们看到 《仪教经》的这个意思 以坚定无穷劫厚 就是刚刚讲的是 过去是无明啊 未来 所以我们学到了这个佛经 不跟学世间的不一样 譬如说我学 假如说我学会计的 我如果不干会计这一行 我学的都是白学 可是如果说你学佛法 都不退流行 永远有用 我精神学了 我来生就会 我们精神能够接受佛法 能够听闻佛法 这是过去因缘 我们不知道而已了 不会 这个 所以呢 还有《默法行者》 所以佛多常介绍过 《默法》 我没有放弃你了 《默法》也是因缘 也是这样具足的 好 最后看了 《总为学者启蒙教本》 而《三经》《何堪时》 则采用明智序的利乐节 以为后世的经粮 经粮就是那个桥梁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桥门砖 如此经粮结合成为完整而统括的初级佛学课本 所以说《一教三经》是什么东西 就是初级佛学课本 可是小中大都有 这个初级佛学课本全部都有 否则你读《阿汉经》讲了讲去 都是讲了那些最基本的那些 不会提到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我们汉传佛教 我们读到佛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咨询就很多很多 我也不知道什么大称小称什么 我不清楚就是大家都来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 就是说把这些经论把它分门别类 把它做一个系统的理解 所以你去修行的时候你才知道 哦 我是在哪里 性解行政要解才行啊 有解无行 那就是盲修瞎恋 有行无解盲修瞎恋 有解无行 说时俗宝 要解要行 好 所以无可取代 这个后面讲了 范世有一位做 到最后就 以上是有关前嫌对于三经和刊的看法 一切小圣经以三法因正习为佛说 大圣经以十法因正习为了意教 这可能少叫一个字 那么刚刚讲的这一段三经和刊 就是为什么要和刊这三经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说这个三经各有它的特点 简单说它是佛教大小忠诚的一个总结合 你研究完以后 整个佛教体系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纲领 你大概抓住了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李什么一个呢 就是那个广告里面讲那个照相机 说他抓得住我 他抓得住我 那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就说 这个《遗教三经》啊 我们看了以后就是他抓得住我 我看了他之后我就知道 哦 原来佛教是这样讲 是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说 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系统 把它这个来做一些解释 好 那么这是我们是从讲八大仁诀经 然后说《遗教三经》 然后说《遗教三经》 对不对 为什么要讲《遗教三经》 那么八大仁诀经占什么位置呢 这里面就说的很清楚了 这个八大仁诀经 然后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下面就是第二个佛遗教经 佛遗教经 好 现在我们稍微地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